我怀孕了 本以为全家会皆大欢喜 却万万没想到 老公在婆婆的生日宴上 带回来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私生子 并且甩给我一句话 我有儿子了 从今天起 你们要和谐相处 我叫周一瑶 是一个全职太太 陈鹏是我的老公 我们结婚已经有五年了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陈鹏 刚毕业的时候 我和我的老公白手起家做小买卖 近年我们比较幸运 事业蒸蒸日上 如今老公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了 而我也终于能退居幕后 专心做一个全职太太 安心备孕 就在半年前 我终于怀上我老公的孩子 如今日子富足 老公宠我爱我 再加上有了爱情的结晶 当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当我把怀孕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时候 陈鹏眼神躲闪 并没有我预想中高兴的样子 原本准备好的庆祝 也因为他奇怪的态度而没了氛围 我热烈的兴致被他毁了大半 一颗热心被他的冷漠浇了彻底 可能是因为他太忙了吧 之前有我帮他打点企业 现在他一个人处理 难免力不从心 我没有放在心上 接着在家安心养胎 直到在我婆婆的生日宴会上 陈鹏背叛了我 我进入宴会厅的时候 亲戚的视线全朝我这边看 原来是主桌上 我老公的旁边已经坐了一个女人 莉莉呀 咱陈家多亏了有你呀 婆婆正拉着那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 陈鹏也懒得抬眼看我 今天这橘子挺好吃的 莉莉你多吃点 没有人搭理我 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 姐 你来这边坐 还是我之前的下属王杰 把我拉到他身边 他们不给我留一丝一毫的脸面 一个小孩从陈鹏和那个女人旁边探出头来 跑到我婆婆跟前 奶声奶气的叫着奶奶 我婆婆摸了摸她的头 这不是磕磕吗 快来奶奶这来 我的亲孙孙哟 他们才是一家子 他们其了融融的欢笑声 击碎了我可怜的所胜无几的尊严 我讨厌似的离开那个令我窒息的宴会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正躺在床上 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腹泪流满面 我要等老公回来 给我和我的孩子一个解释 夕阳悄悄爬上我的床脚 我等到四个人闯进我的房间 是我曾经深爱的老公 我的婆婆 还有那个女人和她牵着的小孩 我的老公冷冰冰地看着我 一句也不解释 他要我同意 这个女人和他们的孽种搬进这个别墅 与我同住 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从来都不想着 给我陈家开支散叶 陈家的香火呀 就败在你周易瑶的手里了 你就是个不下蛋的鸡 我婆婆用手指戳着我教训 可是妈 我也怀了孩子 婆婆毫不耐烦地打断了我 你一个高龄产妇 能给我陈家 生出健康聪明的孩子吗 你可别仗着我 没文化糊弄我呀 我都听莉莉说了 这高龄产妇啊 孩子最容易出毛病 到时候生下的残废 你让我怎么面对你公公 怎么面对陈家列祖列宗 陈鹏也跟着在一旁帮枪 妈你别生气 这不莉莉 已经给咱家生下孩子了吗 你瞧可可 这才三岁就这么活泼 以后一定能有大本事 这孩子 这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我只觉得 有一股热气冲到我的头顶 我老公在三年前 就已经和这个 叫莉莉的女人勾搭上了 他们早已有了孩子 叫莉莉的女人 就挽着陈鹏的胳膊 用不屑的眼神看我 他柔声柔气地开口 婆婆和孩子他爸 不要这么冲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姐姐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我相信姐姐也不是 什么胡搅蛮缠的人 他挑衅似的摸了摸陈鹏的脸颊 我呀 已经找人算过了 我和柯柯住在姐姐家里 是忘夫的呢 不仅对陈家有极大的好处 还能兴盛咱陈家的香火 这样对陈鹏的事业有帮助 让咱妈也高兴 说不定还能保护姐姐 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你说对吧 孩子他爸 这个女人为了羞辱我 故意把尾音拉得很长 他说的天花乱坠 彭佛他就是这个家里的救世主 谁都得让着他和他的孩子 我低头不渝 脸色有点冷 陈鹏突然暴怒 一把把我拉起来 我们都做让不到这个份上了 没让离婚就算不错的了 你有什么资格摆这个臭脸 陈鹏推开了我 招招手让他旁边的人进来 给我的宝贝丽丽搬行李 今天这个叫丽丽的女人 是非住到这个家里不可了 我被极大的愤怒所笼罩 但我还有我的孩子 我现在不能过于冲动 要控制情绪 暂时不跟他们置气 就当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看错了人 我给我闺蜜小慧打电话 自己拎起包就准备走 姐姐这什么急呀 走这么快 你不小心孩子掉了可怎么办 令女人用力拉住阴阳怪气 我冷哼一声 要把她甩开 她反而顺势倒在了地上 你怎么敢打莉莉 陈鹏上来就要给我一巴掌 陈鹏他妈也暴怒无比 你打了我家的福星 周一瑶你要下地狱 我行动不便 硬是接下她这一巴掌 当年你陈鹏没落的时候 是我一直在旁边苦苦操持 如今你陈鹏有钱了 就找了小三要把我赶走 陈鹏骂了句脏话 我就讨厌你这时候冷冰冰的嘴脸 谁知道你周一瑶又打什么算盘 我早就说这周一瑶坏得很 咱陈鹏呀 就要拜在他手上哦 他们三个虎脚蛮缠 非说今天掰着清楚了 才让我走 我蹲在地上 肚子剧烈疼痛起来 这时 我的闺蜜小慧终于带人闯进来 姓陈的 宴会上的是我已经听说了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眼看陈鹏就要动手打小慧 小慧带来的人 直接结了下来 抽耳不闻他们三个的骂声 我的闺蜜扶起地上的我 快去医院 我的孩子 你放心瑶瑶 你伏大命大 孩子一定没有事情的 小慧哭了出来 我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昏迷在小慧的车上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已经三天了 丈夫的出轨 凭空多出来的女人和孩子 每一件事 都给我造成巨大的冲击 不幸中万幸的是 我的孩子保住了 小慧抱着我大哭 瑶瑶 陈鹏那个狗东西 怎么敢这么对你 我没有什么力气 吃力地伸出手 摸了摸小慧的头 拍拍他的后背 没事的小慧 即使为了这个孩子 我也能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们知道了 我的遭遇后都很生气 纷纷帮我调查 要给我一个说法 然后 我发现了陈鹏这家人的秘密 简直让我瞠目皆舌 我知道陈鹏他妈非常封建 也特别看重传统 只是没想到 可以迷信到这种地步 赵莉莉是陈鹏他妈 给陈鹏签的线 他妈说找人看过 陈鹏前几年没有孩子 就必有大灾 几年前 我正忙于事业 根本没有空去生孩子 陈鹏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会帮忙应付他妈那边的埋怨 让我好好工作打理企业 赵莉莉涂财 陈鹏涂他的年轻美貌 两个人一拍集合滚在一起 他就是这么堵住他妈的嘴的 那时候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可还是有风险 陈鹏他妈就和陈鹏商量着 等公司发展稳定了 发挥完我的作用 就一脚把我踢开 反正财产都是他们陈家的 我一弱女子 掀不起什么风浪 而赵莉莉更是从中做梗 他知道我婆婆非常信鬼神 花了大价钱 买通了当地有名的算命师傅 请婆婆去那算了一卦 这卦像说 莉莉是他们陈家的大福星 一定要好好安置在家里 当宝贝的共争 对陈鹏的前途大有所益 小慧还告诉我一些小道消息 这个赵莉莉之前的背景也不干净 从大学的时候就找了有钱的干爹 当老男人的寝儿 还被郑主知道了 闹到了学校里 平时总爱在拼戏戏上 买一些山寨的奢侈品 借着自己的美貌到处张扬炫富 哟 原来打小就有个名媛梦啊 这陈家今天能风光如此 有一大半都是靠我的帮持 陈鹏的本事 我还是清楚的 他不过就是一个 只会意气用世上不得台面的草包 我这些年来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 结识朋友无数 真正与我交心的也有不少 只是我一孕傻三年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逐渐的忘了之前的自己是多么意气风发 一想到这 我叹了口气 可我周易瑶没有让别人看笑话的道理 我要为自己报仇 为我的孩子讨回一个公道 我拉着小慧的手笑了笑 心里盘算出一个计划 我要用他的手段来好好地报答赵丽丽这个贱人 赵丽丽不是想成为名媛吗 我周围最不缺的 可不就是他向往的名媛吗 小慧家庭富裕 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家里的产业又有自家哥哥打理 他自己便跑出来开了几家茶室 每天学学茶艺 品品茶 赏赏茶器 和来访的茶客聊聊天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逍遥自在 我将构思好的计划告诉了小慧 问他可不可以借我一段时间他的茶室 小慧眼睛一亮 连拍大腿直说没有问题 没事的摇摇 有我在你身边 还有我们那么多朋友 一定让那些恶人付出代价 我的眼神逐渐坚定 因为家里出了乱子 赵丽丽跟陈鹏他妈说 这套别墅已经不干净了 要陈鹏搬出来和他住 别说陈鹏他妈了 陈鹏那也是百分百乐意 这也给了我准备的时间 我在家调养身体 安心养胎 我的孩子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一有空 我就往小慧的茶室跑 小慧向我介绍了 他店里茶医师的师父 老山 瑶瑶 这是山老师 他对于文化很有研究 这个中年男人十分有江湖气 一看就很不好惹 我本来不打算接这个差事 老山一边跟我说话 一边盘着手里的核桃 看你面善 本性是心地善良之人 也当是为自己积得了 小慧在旁边感谢 真是帮大忙了 老山 回头今年新下来的古术丹珠 我给你送十斤过去 小慧大致说一下我的计划 老山听了点点头 让我们跟愿意帮忙的朋友说一声 有空就来小慧的茶室 每次我去的时候 都能看到我的朋友和老山 坐在一起喝茶 茶桌上氛围十分融洽 大家无所不谈 老山总会在适当的时候 插上句话 他的意见十分重看 真真见血 不愧是小慧请来的高手 老山就和我的朋友们 迅速熟络起来 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 该怎么做 陈鹏给我发来短信的时候 我正在小慧的店里 喝着陈坯水 周一摇 今晚我要回家拿点东西 你务必要在家 老山看到消息内容 不仅不慢地喝了口盐茶 放下茶盏 时候到了 我婆婆还不死心 还在坚持赵丽里和我住一块好 所以当陈鹏放下身段 问我赵丽里能不能过来住的时候 我按照事先计划好的那样 装作温顺地答应了 赵丽里搬进来那天 我挺着个肚子 张罗着下人忙前忙后 帮她收拾妥当 丽丽啊 你有孩子不方便 这个主卧室 离孩子的房间更近 你之后就住这里吧 我拉着她和她孩子磕磕的手 我主动把自己的房间 让出来给她住 直接堵住了她要说的那些 尖酸刻薄的话 也就半个多月不见 瑶瑶你现在怎么这么懂事啊 陈鹏搂着丽丽的腰 她很满意我的表现 都是我的朋友们教得好 以前是我太过于任性 现在才知道 当妻子的应该做什么 我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不仅如此 我还给了她一个护身符 这是我前天去庙里求的 能保人平安 我的朋友们都说特别灵 赵丽丽不想要这护身符 但是当着陈鹏的面 还是勉强收下了 赵丽丽也不是什么糊涂人 她用了各种小伎俩试探我 故意在我面前和陈鹏腻腻歪歪 把我的饭菜倒掉 甚至指使着她的儿子 在我的床上穿着鞋弯蹦床 我装作没什么 还是热情地招呼她 在背地里 我都一一记了下来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现在发火 那之前做的一切努力 都将复之东流 一周后 赵丽丽总算是敲响了我的房门 姐姐 你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我和陈鹏这么恩爱吗 我正在屋子里手抄佛经 听到她的疑问连忙放下笔 我的好妹妹 这并不是在乎不在乎的问题 我深爱着陈鹏 我只希望家庭和睦 我的朋友告诉我 作为妻子 要无条件地支持老公 之前是我不好 我的控制心太强 完全忘了自己的本分 我一直有在反省自己 我作为妻子的 既不贤良舒德 也不为这个家多想想 不让婆婆满意 这根本不是爱陈鹏的表现 我皱眉叹了口气 我也没有让陈鹏开心 我真是个不忠用的老婆 我上前去 热络地拉起莉莉的双手 莉莉 你比我要更爱陈鹏 我现在做的 也就只有超精其福了 之前我和朋友们关系淡了 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这段时间过去了 我才发现 我和他们的差距 现在我出去呀 就是在跟他们学习 你别看姐姐这样没用 姐姐中为富贵又有才的朋友 还是有一点的 这是姐姐的上流社交圈子 我把上流这两个字 着重强调了 我拉罩莉莉的手 又多用了点力气 也比姐姐懂事 一定学得比我快 莉莉 让我们一起进步 好不好 我真诚地看着赵莉莉的眼睛 眼神里有我刻意添加的狂热 赵莉莉本不信这一套 但她看了看我满房间名贵的手势包包 还有衣帽架上 随意挂着的几件大牌 陈鹏送她的那些东西 在我这里根本拿不出手 赵莉莉咽了口口水 答应了 莉莉走后 我反复洗了三遍手 这才拿出手机给小慧发消息 她上钩了 我带赵莉莉去的茶室 是小慧家中等档次的茶室 瑶瑶 我那里还有更好的地方 你要不考虑换一个 小慧担心赵莉莉看不上这里 我摸了摸茶室里 用名贵古墓做的茶桌 小慧 你想多了 对付那种一心求取 荣华富贵的女人 这地方就足够了 果不其然 赵莉莉第一次去的时候 眼睛都亮了 她是真的想加入当地的上流圈子 来之前把自己最好的行头 全挂自己身上了 一身红裙 加上各种闪花眼的首饰 与茶室里雅致的装修格格不入 无比庸俗 让她更惊讶的是 茶室中的七八个人 除了老山和服务员 随便抽一个人的一身行头 就能顶得上陈棚的一辆好车 我拉住小慧 在一旁小声说 不是 怎么大家都这么夸张 小慧无奈摊手 露出她手腕上的足母绿翡翠手镯 不是你说让大家穿得稍微好点的吗 这已经是最普通的标配了 是你之前节省 我一直也想劝你置半点的 服务员引领赵丽丽入座 老山见了来者 仍是自顾自的和别人聊天 这是赵丽丽来的第一次 为了让她放松警惕 大家把话题有意的往赵丽丽那边引 在我和小慧的带动下 气氛也算愉快 赵丽丽逐渐适应了这里 只是茶医师要给她倒茶时 被老山喝止了 不用给她倒 她不喝 赵丽丽的笑容一下子泥在脸上 你没有缘分 老山眼皮子都不带抬一下 赵丽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刚刚我就想问了 你是什么人 就这么一身破烂 也配坐在这里吗 她开始摆她的大小就脾气 一把夺过茶医师手上 拿着分茶的公道杯摔在地上 我们大家立刻表现出 无比惊恐的样子 刘太太是我在刚开始 做生意时就认识的朋友 她吓得捂住嘴巴 你怎么敢惹怒山大师 这这这 哎 真是作孽啊 剩下的人都不敢开口 大家都害怕地看着老山 坐我旁边的小慧 连忙走到老山跟前 山大师 丽丽她是新来的 还没有规矩 你看 老山悠悠喝了一口茶 这种撒泼的女人 最是没有福气 会给大家带来霉运 三日之内 在座的各位都必有灾 大家听到之后更加恐 慌 刘太太吓得直接哭了出来 大师不要啊 我最近好不容易 才和我丈夫的正式打好关系 这不全都前功尽弃了吗 之后我要告诉刘太太 她眼的有点过了 哎呦 哎呦 我开始捂着肚子呻吟 小慧连忙扶住我 瑶瑶 瑶瑶你怎么了 没等我回答 老山抢着说 孕妇体弱 要菩萨保佑 这是和她们无关 千万不要降罪下来 有的人一边说着 还朝赵丽丽刮了好几眼 都在怨恨她 大师 我们把她赶走吧 王太太说着 就要上前拽赵丽丽的胳膊 赵丽丽已经莫名其妙 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 眼看着刚刚还交谈甚欢的的人 一下子全变了表情 一屋子的人全被她得罪完了 我装作强忍的痛意 为赵丽丽求情 山大师 妹妹她不是故意的 您就说说 该怎么必吧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老山看了看满屋子的人直摇头 哎 这直接浪费了 我们一周辛辛苦苦积攒的福报啊 算了 今天你们先回去吧 你们的灾祸我禁数拦下 出了这间茶室 这件事就是没有发生过 快快离开吧 我要开始做法了 大家听到这里 感激涕丽 纷纷谢谢老山 相伴着走了 我也捂着肚子 感激的向老山鞠了一躬 退了出去 赵丽丽也跟着我出了茶室 看到刚刚的一行人 全站在那里等她 刘太太连忙揽住赵丽丽 亲热的就像对她的亲妹子 妹妹啊 以后也来这茶室 和我们一起喝茶学习 可好啊 彭佛刚刚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你不愿我刚刚摔了杯子吗 赵丽丽看着热情的刘太太 手臂碰到刘太太 像了宝石的名贵小包 气声声地问 什么摔杯子 我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小慧在一旁反问她 大家纷纷附和 表示今天和赵丽丽聊得非常愉快 还让我把她拉进他们的微信群里 坐上车的时候 刘太太不容分说 硬塞给赵丽丽一串纯金项链 说是她的见面里 唉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就给丽丽带礼物啊 另外一个太太埋怨 挥挥手让司机把她新买的首饰 送到赵丽丽手上 赵丽丽带着两三袋礼物坐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 赵丽丽三番两次试探我 而我早有准备 表演得滴水不漏 赵丽丽看着手里别人塞给她的东西 对今天发生的是半信半疑 我们如果光演这一出 是很难让一般人信服的 在事先演练时 我跟朋友们说 但是 如果加上钱呢 这种行为 又何尝不是一种收买 刺激着她 下一次再来到这里 和我想的一样 赵丽丽没过几天就来找我 说还想再去一次茶室 赵丽丽第二次去了茶室的时候 她开始相信老山 这次气氛很和谐 大家和赵丽丽相处的也好 除了老山 还是没理她 山大师 您怎么不给我们上课了 一旁的沈阿姨问 沈阿姨是当地最有钱的女企业家之一 雷厉风行 在生意场上 谁听了她的名字 也要聚上三分 她终身未婚 有一养子 目前过着安逸的养老生活 听到她也愿意帮我 我是无比感动的 沈阿姨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好孩子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孩子 我们做女人的腰杆要直 绝不能让那些红妹子沾了便宜 老山正眼都没有瞧沈阿姨一下 冷哼一声 你终身未婚 没有结婚 找个男人把你的福顾住 上课有什么用 女人就是必须结婚的 不结婚的女人 就是个不成型的胚子 除了烂在地里 还能有什么用 在来的路上 我向赵丽丽介绍过茶室里的朋友 其中刻意强调过沈阿姨 传言中叱咤风云的沈阿姨 对老山炫的大气 也不敢出一声 这些全被赵丽丽看在眼里 山老师 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这些年来 我也确实丢了许多福分 这才要多跟你学习 我这把年纪也不图什么了 只求报应 不要落在我孩子身上 大家都用同情的眼神看她 还是有老公好 另外一个太太感叹 大家指口不提讲课的事 临近结束 老山叫住了赵丽丽 天有一项 这几天好好关心一下你男人吧 陈鹏这几天正在出差 那本是个常年干旱的内陆城市 突然反常的下起暴雨 甚至发了洪水 附近的乡镇受灾严重 飞机延误 高速公路被封 陈鹏费了好大劲才回来 赵丽丽嘖嘖称奇 小会好奇 老山 莫非你真的能看懂天象 老山指了指手机上之前的一条新闻 某地暴雨预警 那种只想着奢侈玩乐 打麻将的女人 哪有正经功夫看新闻啊 为了让赵丽丽尝到更多甜头 小会他们除了送她东西 逛街也会顺便叫上她 小会在我跟前打去 说陈鹏也没对赵丽丽多好 我们带她去那家 你之前老请我们去吃的西餐厅 她进去后 紧张的叉子都拿不稳 赵丽丽花钱也大手大嚼起来 刷那张陈鹏给她的卡 吃穿用度 比起别的阔太太那可是有过之而不及 她跟着出入那些所谓的上流场所 现在神气得很 可是货真价实的名远了 我听陈鹏跟赵丽丽吵过几次 不过信用卡还是照刷不误 爱慕虚荣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到死也不会悔改 赵丽丽与我的朋友们相处的过程中 开始逐渐接受抚慰大的思想 起初她只是为了迎合这个圈子 假装感兴趣 要和我们一起 后来啊 只能说老山太厉害了 狂了她几次 现在就她最虔诚 小慧在电话里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今天看到她的样了吗 笑死了 拿着你塞给她的护身符 就盯着老山 害怕听老山说的每一句话 我和小慧随便聊了几句 挂了电话后笑了不语 赵丽丽的变化 和她共在一个家的我也看在眼里 不仅看我的眼神柔和了不少 对于陈鹏的要求 她也是无理由的照做 昨天甚至还来找我道歉 姐姐 之前是我做的不太妥当 我们的心呀 都要向着这个家 赵丽丽红着眼眶 她麻将也不打了 咱陈家有了丽丽啊 那真是大大的运气啊 没事过来看望的陈鹏他妈 笑得合不拢嘴 赵丽丽低下头 腼腆一笑 陈鹏他妈更看不惯我了 那天陈鹏他妈和陈鹏 拿着一纸离婚协议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一点也不意外 老公 如果你真的不要我了 那也可以 我可怜巴巴的说 我不跟丽丽的孩子磕磕抢 看在我们过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给我还有我肚里的孩子 留点财产就好 家里这段时间 突然多了两个 只动不说戏的乖巧女人 陈鹏的日子过得可是舒服得很 他难得看我顺眼 动了侧影之心 不过他妈的阻拦 给我分了三分之一的资产 把他妈气得直跺脚 真是便宜这个周一摇了 我装作感激地签下了协议书 心里安骂 别说三分之一 就你家的全部资产 都是老娘拿青春换来的 好在我早留了个心眼 当时我并没有把家当全交给陈鹏 挂在我名下的还有很多资产 让我和孩子 过上三辈子富足的生活 都已足够 我们离婚协议是签了 不过你肚子里 好歹也是我的孩子 我允许你生了孩子 再走 陈鹏挽留我 我接着招呼搬家公司的工人 搬运我的行李 没有停下的意思 陈鹏 我怎么会打扰你和丽丽的幸福呢 我这个扫把星走了以后 你陈家就要飞黄腾达了呀 我拒绝了他 我坐上小慧的车 拉下车窗 跟陈鹏告别 陈鹏 我爱你 我的眼里还泛着泪光 不过这一切都是假的 与这个渣男离婚 我是解脱了 也是开心了 车子驶离别墅后 我在车里和小慧畅快地大笑 只是 这大笑之后 我心底那一份 对于这一对贱人的 报复之心更加炽热了一些 等着吧 你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在生下孩子前 我暂先借住在小慧家 我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 为了宝宝的安全 我去茶室的次数开始减少 我丝毫不担心那边的情况 赵丽丽已经完全上套了 小慧回家告诉我 他现在一周能往茶室那边跑三四次 陈鹏难得有时间在家 他也不回 他就认定了茶室 认定了那些朋友 最主要的是 认定了老山 他现在觉得 这个城市里的上流民园 就该是老山教的那样的 作为女人 尤其是豪门家的高贵女人 就要贤良淑德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意来顺受 无条件地听从丈夫的话 否则会遭到报应 老山恐吓她 不用说遭人唾弃 自有老天惩罚那些不守得的女人 今天刚起床 我收到老山给我发的微信 周一摇 可以收尾了 我们在另一个群里商量着 最后决定让刘太太出手 因为他戏多 不是你们之前投票 让我扮演一个小三的吗 现在想我戏多 我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貌美的刘太太 犯了大大的白眼 让刘太太出马 果然不错 挑召莉莉在茶室的时候 精神不太正常的刘太太 闯了进茶室 她扑倒在老山面前 大师 大师 她来了 她来了 刘太太哆哆嗦地说 老山不动如山 我知道你早就有这一天 这是你做再多的事情 也改变不了的 各位 退后 她示意 刘太太像入魔了一样 抱紧自己的头 反复地说着那几句话 我错了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我再也不当小三了 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 让我做什么都行 不要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 刘太太突然抱起 把一桌子的茶具打个粉碎 她在地上咚咚的磕头 偷偷打开事先准备好的血带 就像是脑袋上的血流了一地 要是不知道真实情况 那还真的怪下人的 小慧连忙招呼人按住刘太太 哈哈 小三 小三该死 我该死 我这种不守得的人 我这种破坏别的家庭的人 该死 哈哈哈哈 刘太太被控制之后 她突然低头沉默不语 紧接着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一般 迅速抬头 刘太太平静地看着 在旁边下的魂不守舍的赵莉莉 她眼睛里露出诡异的神色 她说 嘿嘿刘太太发出常人难以发出的笑声 下一个就去找你 因为你也是三 你逃不掉的 慌乱中 老山不为所动 还在把玩手里的茶杯 老山悠悠开口 她之前因为做三找过我 我也努力帮她压制过 谁让她前几天找到正事 欺负了她的孩子 这不 报应来了 自此之后 刘太太再也没来过查试 我让人把消息传到赵莉莉耳朵里 据说这个疯了的刘太太 被她男人嫌弃 找了几个人打断了她的腿 现在已经不知道被赶到哪里去了 据说是被卖到了山里 这放到一般人眼里 别人自然是不信的 但是赵莉莉 我们可是费了太多的心血 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 连番的让她一步一步的 沉迷到这种氛围 这种感觉里 特别对于老山的那种信任 几乎是到了骨子里 她现在有些魔症了 本来她在茶室中所学到的东西 已经与她做小三的行为相悖 而我们都没有点破她 由着她一个人在那里自我怀疑 每天她都要在我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我有罪 我没有做到一个女人的本分之类的思想中徘徊 再加上老山无形中 对赵莉莉施加了一系列暗示 朋友们在旁边的煽风点火 她每天诚惶诚恐 就生怕做小三的恶报降在自己身上 刘太太那件事更是让她惊慌 赵莉莉夜晚做了个梦 梦见陈鹏她老婆肚里的孩子来找她算账 那孩子就站在她的床前 阴森森地看着她 妈妈 你害了我的妈妈 小孩发出低语 我没有完整的家了 都怪你这个女人 你当了小三 什么脏东西都会找上你 小孩发出诡异的哭声 赵莉莉吓得说不出话 小孩停止了啼哭 她恶狠狠地拽下肚子上 还没来得及剪掉的旗带 你该死 你最有应得 扑向赵莉莉就要往她脖子勒去 熟睡的陈鹏被赵莉莉的惊叫声吵醒 莉莉 做噩梦了吗 赵莉莉惊恐地看着床尾 哆嗦到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赵莉莉来小回家门口 说要找我 姐姐 我梦到了你的孩子 她说她要来找我报仇 赵莉莉抱着我的腿 泪眼朦胧地看我 你原谅我吧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的家庭的 以前是我不懂事 现在我把陈鹏还给你 你不要让那些东西来找我了好不好 赵莉莉寂静崩溃 我 我把那些不义之财 都 都拿过来了 我不敢要 我怕遭报应 都在这里 求放过 求放过呀 她背着一个大书包 里面全是茶室朋友们赠送的各种贵重奢侈品 以及在家里掠夺我的那些钱财 我装作没看见 依旧在镜子前摆弄我的头发 姐姐什么时候怪过你 现在你和陈鹏好好的 还有什么会找你呢 小慧送我的玉簪很是好看 盘起头发来 整个人气色都能好上不少 姐姐 不要不理我 我这就跟陈鹏打电话 我让他和你复婚 我转身 看了赵莉莉一眼 妹妹呀 人在座 天在看 你现在后悔了 就能当做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了吗 我摸了摸肚子里的孩子 感受到他的律动 你伤害了这孩子是真 破坏了我的家庭也是真 报应吗 迟早要来的 山大师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赵莉莉哆嗦了一下 回去好好和陈鹏过日子吧 你有那么大的福气 区区这点小灾 又能拿你怎样 我挥了挥手 招呼小回家的保镖送客 自己走进里屋 再也没看赵莉莉一眼 回来之后 他几乎跑遍了全市的庙 各种护身符 铜牌辟邪的东西 也是来这部剧 只要跟他说是挡灾的 他就会花大价钱买下 他还托老山 帮忙在庙里请了个和尚 天天在房子里念经 家里天天香火缭绕 诵经念佛机 不分昼夜的想着 陈鹏苦不堪言 他妈来看过后反而挺高兴 儿子 这是好事 莉莉娅在为咱家积累福报呢 我一定会做好女人该做的事 赵莉莉双目空洞无神 继续跪坐在地上念叨经文 不要加罪于我 不要加罪于我 赵莉莉跑到查试 他苦苦哀求老山救救他 老山看着他 眉头紧锁 你为什么不早点 告诉我你是小三 你找个镜子看看 印堂发黑 那些东西已经找上门了 老山摆手 另请高明吧 赵莉莉跪在地上求老山 大师 您救救我吧 我之后一定守本分 好好过日子 老山摇摇头 你看看周一摇送你的护身符 赵莉莉连忙打开包 忙活了半天 才从一堆辟邪用品里 找出我送他的护身符 护身符的颜色变黑了 你之前平安无事 一直是这东西护着你 现在他已经被污染了 老山命人端来水盆 将护身符放进去 水立刻变成乌黑一片 老山包着手帕捏出护身符 赵莉莉瞪大了眼睛 出水的护身符分明更黑了 顿时周围虚声一片 在座的名员们 都用可怜的眼神看着他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踏入这里 如果非要硬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山送客 赵莉莉失魂落魄地走出茶室 回去以后 赵莉莉试了很多方法 都没有洗去护身符上面的黑 殊不知 护身符早被我动过手脚 而老山端上来的水也有端泥 人只要一想不开啊 那是真的容易变疯的 赵莉莉开始出现异想 她不敢扔掉护身符 只好把她供在神像前 她不分昼夜地在前面念经 她觉得周围都是要害她的人 不敢吃任何经过他人之手的东西 屋子里全部是鬼怪 恨不得将她生吞活泼 在睡梦中也得不 到安眠 她的梦里全是无穷无尽的地狱 张牙舞爪的一行 她诚惶惶恐地对待陈鹏 生怕得到他们的惩罚 直到一天 在神像前哭作了七日没有休息的赵莉莉意识到 如果不是陈鹏 她不用破坏别人的家庭 她不用受这么毒罪 可现在陈鹏是她的神 只有她对陈鹏好 才不会降下更多的报应 但一切都是由陈鹏而起 她混乱了 在公司劳累了一天的陈鹏回到家 本想着能与她的莉莉好好亲热一番 只见房间里烟雾飘渺 她的福星莉莉今天又不知道 从哪请了尊神像 前程跪在跟前念念有词 莉莉 你在搞什么呀 这家里晚上怎么睡人 陈鹏拍了拍赵莉莉的肩膀 念经祈祷的赵莉莉回头 一看到来者是陈鹏 立马跳了起来 你不要过来 不可以 不要碰我 陈鹏走进赵莉莉一步 赵莉莉就往后退三步 陈鹏忍无可忍 冲上去强行抱住赵莉莉 莉莉发出刺耳的尖叫 诚惶惶惶惶惶的看向天花板 啊 是她碰我的 我没勾引她 你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她跪在地下 向陈鹏看不见的人磕头谢罪 咚咚的声音震耳欲聋 陈鹏连忙叫人 把她绑在卧室里 饶了我吧 我真的没碰她 是她 都是她的错 陈鹏在门外点燃一根烟 听到屋子里赵莉莉撕心裂肺的喊声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赵莉莉被附住手脚 在昏暗的卧室里 度过了她最绝望的一晚 她觉得 房间里都是来索命的鬼魂 赵莉莉感觉 有东西在摸她的大腿 但是声音还是不绝于耳 快天亮时 她脑海里有个声音柔声对她说 如果向世人坦白 那会不会减少你的罪呢 隔天 赵莉莉挣脱绳索 跑到陈鹏的公司闹事 她禁止闯进会议厅 陈鹏正在和她的重要合作 商谈一笔 关乎公司未来的重要声音 见到闯进来的莉莉 陈鹏只好陪笑介绍 这是我的妻子赵莉莉 她今天来看我 我们夫妻之间恩爱得很 你放屁 我和你根本不是夫妻 我是她的小三 赵莉莉当着所有人的面 开始脱衣服 我就是个不守妇道 不守规矩的罪人小三 合作商们面面相去 陈先生 这是陈鹏黑着脸 人呢 还不把她请出去 赵莉莉还住陈鹏 此时她全身上下 只剩下单薄底衣 都看到了吗 我就是这么勾引她的 赵莉莉甚至开始 解陈鹏的裤腰带 陈鹏用了很大的劲才阻止她 赵莉莉你闭上你的嘴 赵莉莉没停下手上的动作 她反过来拖自己身上 仅剩的布料 我就是这样 一个让人可恨的贱人 可以了吧 我什么都已经说了 可以放过我了吧 赵莉莉手舞足蹈 赵莉莉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 三四个强壮的保安 才勉强把她控制住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陈鹏挂不住脸面 但又不得不尴尬地打人场 合作商的脸色很难看 消息传播得很快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陈鹏找了个神经病小三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脱衣服 我看到了 真的是把衣服一件一件的 没想到陈总是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听王杰说啊 之前在陈总他妈生日上 他就带着这个女人示威 把怀孕的周姐气到了医院 还有更离谱的呢 陈总还要求小三和他的妻子 住同一个房子里 嘖嘖嘖 口味真重 茶水间里 几个职员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 陈鹏自己本就不善经营 公司在他的手里 一直是亏损状态 本想着靠这单回转生意 被赵莉莉全部搅黄了 陈鹏成了整个公司的笑柄 一夜之间 公司风评尽数被毁 股票暴跌 而这时 我正在小慧家里悠闲过日 哎 我都跟你说了 你前夫这么丢人的事 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小慧戳了戳我 我正在把苹果切块 饶有趣味的 削成小兔子的样子 味道小慧嘴里 从我强人恶心 答应他和小三住一块 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他陈鹏会有这么一天 当然 我也小小的推波助拦了一下 我找了几个 之前熟识的生意伙伴 帮忙加速了 陈鹏起义的破产 陈鹏债台高筑 灰溜溜地关了公司 卖了他的豪车豪宅 带着他的赵莉莉 和他的宝贝儿子 回到他妈家里躲债 得知破产的消息 老太婆直接昏了过去 锦衣玉石的享福生活 让他早有了三高 这一击直接心脏病犯了 住进医院里 没有醒来的迹象 赵莉莉精神出现了问题 去了陈鹏公司之后 他心里更加认定 要做一个贤良舒德的妻子 补偿他的老公 不守复道是会遭天谴的 老山的话悠悠地 在他脑中回响 我已经破坏了姐姐的家庭 坏事做尽 又为了自己的私欲 把我和老公的事说出去 伤害了老公 我一定不得好死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身边 接着做一个贤惠的妻子 失去一切的陈鹏 变得喜怒无常 对赵莉莉又打又骂 暴力动辄从下午开始 一直持续到半夜 扰得周围的邻居无法安生 赵莉莉全部承受着 陈鹏扇他十几个耳光 也没有反应 就像一个人偶 他们的儿子柯柯 被迫看着曾经无比爱他的父亲 在殴打他的母亲 吓得嚎啕大哭 这孩子算是毁了 他们折价点当了 仅剩不多的一点奢侈品 为了给陈鹏他妈治病 还有还债 但是杯水车薪 这一点怎么能够呢 他们在很短时间里 几乎变得一无所有 所有的财富 地位 虚荣生活 纷纷化为云烟 陈鹏想起了我 他来到小慧家门口 我是来见我老婆的 让我进去 陈鹏推散着保安 出来应付陈鹏的是小慧 不好意思啊 陈鹏 瑶瑶他睡着了 跟他说我在下面 他这么爱我 一定会帮我的 他还怀着我的孩子 你还记得你有这么一个孩子啊 小慧嘲笑他 当初你逼迫他 和你的小三住一起的时候 有想过他和孩子吗 这个孩子一定会姓周 即使不姓周 取个阿猫阿狗的名字 也不会是姓陈 小慧扭头进去了 陈鹏跌坐在地上 两眼无神 尽是落寞绝望 他在小慧家房前 待到半夜 没有一个人回应他 我借着窗帘的遮掩 悄悄看过他一眼 陈鹏正在一只 接着一只的抽烟 抽惯好烟的他 哪能受得了 劣质香烟的气味 他吸一口 就要咳嗽大半天 我突然想到 我上大学时 在一个跨年的夜晚 陈鹏拉着我的手 眼里亮晶晶地跟我说 姚姚 我以后一定要让你 过上好日子 叶良 我从窗前离开了 我的陈鹏已经死了 从他和赵莉莉 好上那一刻开始 在躲避追债的日子里 陈鹏醒悟了 我周一摇 才是他的福星 他看着旁边 握着佛珠 叙叙叨叨的赵莉莉 想起他妈之前 跟他说过的一个 很灵的寺庙 他要求姻缘 和他的前妻再续前缘 刚出寺庙 本来晴空万里的天 瞬间下起暴雨 而陈鹏握着手里 那个小小的姻缘服 神情有些恍惚 有了这个 把他交给姚姚 他就能回来了 姚姚那边有钱 我马上能东山再起 接着当富豪 对 孩子 陈鹏高兴起来 我们之间还有个孩子 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 至于赵莉莉 他在十街跟前停下脚步 神色凶狠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也不会失去全部 我要让他死 陈鹏往下走 都是他勾引我 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全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雨天视线不清 台阶滑 陈鹏一步留神 滚下山去 赵莉莉听说陈鹏在山里失踪后 失去了唯一精神支柱的他 人彻底疯了 报应 在一个早晨 他丢下孩子 大笑着跑出门 消失在街边小巷里 后来听说有人见过他 他窝藏在城市的角落 靠站街围 生 路过的人对他印象极深 赵莉莉蓬头垢面 目光呆滞 最显眼的是 他的脖子前挂了好几串佛珠 他精神不太正常 自然没有人要他 一日 街边的小混混要抢他脖子里的佛珠 一下子惹恼了他 他和三四个小混混撕打在一起 居然不落下风 打跑小混混后 他发出令人惊悚的笑声 回到他常待的位置 后来 小混混很快找来他们的老大 十几个人把要出门营业的赵莉莉包围起来 赵莉莉之后音讯全无 我的孩子顺利出生了 在一个雪后出勤的天气 母子平安 医生宣布 产房外面的朋友们顿时松了口气 恭喜您 这个女孩 护士笑眯眯的告诉我 哎哟 女孩 女孩好啊 刘太太在外面兴高采烈 沈太太也笑眯眯的 我就说什么来着 幸亏我准备的都是女孩子的衣服 小混小心翼翼的抱着我的孩子 凑过来给我看她 小小的一团正在放肆的大哭着 我能感受到她蓬勃的生命力 这是个无比健康的孩子 老山 给她起个名字吧 小混叫住在旁边烟饮饭了 正准备开溜的老山 老山沉思片刻 周人见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陈鹏没死 只是摔断了腿 一棵歪脖子树救了她一命 她后来踪迹全无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当然我也不关心 在我女儿一周岁的时候 一个衣着邋遢 拄着拐杖的人 领着一个双目无神的男孩 走到酒店门口 她把一包东西放在前台 要服务员转交给我 再拄着拐 一拳一拐地带着孩子离去了 我知道 她是陈鹏 我女儿毕竟有她的血缘关系 我还是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是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平安扣 我久违地叹了口气 一把扔了 我的孩子不需要这种东西 她身边会有很多人守护她 她的小慧姑姑 她的老山叔叔 她的刘阿姨 她的沈奶奶 她妈妈身边的人都会宠她爱她 还有世界上和她最亲近的人 最最爱她的妈妈 周一瑶 至于她的父亲陈鹏 一个道德败坏 人性卑劣的人渣 不配再出现到我女儿的世界 她一无所有 穷困潦倒 这一辈子 也回不到曾经的好日子了 这一点 我有足够的信心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和我的朋友们 又一次在小慧的茶室相聚 讨厌的人和事已经过去 茶室终于发挥了她真正的作用 对不起小慧 茶室本不该是用来干这种事的地方 我跟小慧道歉 小慧只是抱紧了我 没关系的摇摇 她用的茶具我已经扔了 甚至桌仪我都换了套新的 下个月我还会找人过来翻凶一遍 到时候你记得过来喝茶呀 今天难得老山主动说要给我们泡茶 我之前怀孕 还没有这儿八斤喝过 今天是个好日子 咱老板搬出了最好的茶 老山笑着给我们分茶 妇女同志们 之前那是多有得罪 老山严肃起来 那些骗人的鬼话 早在多少年前就被摒弃了 对于各位 我真的是打心底的 佩服你们的自立自强 刘太太打去 现在别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了 这社会上没有女的 要出多少乱子 大家纷纷附和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沈阿姨看向还未婚的小慧 慧慧啊 咱以后能找下合适的救果 找不下不抢求 咱们自我男人 小慧挽住沈阿姨的手 阿姨你放心 我爸妈也不催我婚 我现在一个人也挺好的 以后陪陪瑶瑶 看看瑶瑶的孩子 一个人多逍遥自在 瑶瑶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小慧捂住被我轻敲的头 大家呀听我一句劝 只要那口子 对你们有一点不好 就赶紧致 老山接着说 再不计就来找我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朋友 我帮你整他 男人没什么好可怜的 男人不需要可怜 你可怜他 谁可怜你 我出了口茶 老山泡得果然不错 屋子里茶香四溢 落座的都是我的好友 窗外春光明媚 正是人间好时光 入夜 大家纷纷离去 我陪着小慧收拾残局 老山 你说真的有鬼神吗 我想起了什么 随意地问老山 老山他只回了我两句话 心里有鬼 便相信鬼神 做人问心无愧 自不怕痴妹亡俩 晚安